Hello 大家好 我是Hobby Game的MS 今日的限定版開箱就是這塊 Monster Hunter Story 2 破滅之刑 這隻可能有點反光 這樣拿起來吧 這是行版 這是什麼限定版呢 其實就是日本的ECAP款限定版 但是行版就有點不同 行版就有什麼不同呢 就是多了這個盒子 如果你是直接在日本買的話 就沒有這個盒子 那些送給大家的 不是送的 是你買的 精品的周邊 就全部散收收給大家 就沒有一個盒子 而香港行貨 就給你一個盒子 就會有一個特製的盒子 其實就沒有什麼特別的 就是沒有說是什麼 不過就是這樣 你會看到也是主圖 logo 就是這樣的盒子 那盒子 那我剛才 為了方便 首先就拆了熱熟膠袋 先打開裡面給大家看 那如果你是買日版 那盒子就沒有盒子 就散收收 首先有一個什麼 就是請貨袋 其實也是這樣 然後就有一個 是這麼多的 現在很流行 那時候都說現在很流行 就是這個 阿加利膠納牌 拆開它的話 就可以打動 可以打動 這個納牌 那這個是什麼來的呢 這個其實就是 應該是襟匠 有三個 這三個主角 其實都是主要人物 不是主角 是主角 因為主角不是這三個 是遊戲中的主要人物 就是主角 然後呢 其實最重要就是這個 這個尺寸袋 是為什麼呢 其實就是 用電腦刀 可以拆開給大家看一下 這個真的跟E-CAP-PON 限定版的也是這個 如果你買E-CAP-PON 即是買日版的話 就不會有左手電的盒子 這個呢 這個呢 我們先拿開 哇其實很漂亮 這個質地很舒服 雅式 但是摩羅也很舒服 打開看看吧 通常這些袋 一定要打開來看 就是真的 給你放switch 是不是 沒有格的 只有這裡 裡面還有一個東西 嘩 有一個 給你勾在 鎖 勾在 拉鍊上 有一個 這樣的 公仔 挺漂亮的 這裡有一個 不捨得用 很老實 這麼漂亮 還有兩條 這些帶子 很簡單 給大家扣著 你可以揹在 揹在 身上 有兩個 扣 有長有短 這個應該都是 可能是手抽 用這個短的就是手抽 這個長的就是斜背袋 但是真的挺漂亮 我挺喜歡這個質地 這樣 好了 蠟牌了 到蠟牌 我們要看一下蠟牌 對吧 現在真的很流行蠟牌 雖然我也不太太 但是 蠟牌蠟牌 看起來也不錯 我們也拆開 蠟牌 哎 膠袋 已經爛了 不怕 因為它很緊 所以 撕爛了一點 好 我們看看蠟牌 這個還要多撕一層 其實就是這樣插進去 這樣就可以 插進去 就這樣可以 放在這裡 大家可以看著它 蠟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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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就是E-CAPCON限定版 今天開箱又來到這裡 很快又完結了 我們下次再看看可以開什麼 下次再見 拜拜 詞曲 李宗盛